春节岛热门电影《李好李幻英》在同期电影中可谓是一记绝尘啊 35岁的女演员张小斐更是一军突起,一跃成为国民妈妈 虽然以前在影视作品中也常常看到斐妈的身影 可那时候的她就像是早餐摊上的一屁包子,刚出国就凉了 但她依旧在很努力地沉淀着自己,等待着命运的转折点 众所周知,张小斐是在2005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本科 和她同期的同学有杨幂、袁珊珊,都是如今在娱乐圈里炙手可热的女明星 在杨幂、袁珊珊等人已经在演艺界展露头角的时候,张小斐却是不温不火 在入学的第二年,张小斐参演了电影《烽火岁月》,饰演了林小彤一角 这让张小斐更加坚定了自己想要走的这条影视之路,但事实往往是残酷的 之后的张小斐也陆续地出演了一些角色 这些角色就像是石沉大海,丝毫不见水花 而这个时候,张小斐的同班同学杨幂已经凭借影视作品《功》成为当红炸子女明星 到今天也是当之无愧的女顶流 紧随其后的袁珊珊也因为杨幂的推荐出演了《功》的续片《功所珠连》而迅速走红 成为当时的话题女星 相比之下,张小斐的演艺之路并不平坦 张小斐依旧没有什么代表作出现 即便出演了很多的配角 但依然没能在大众的眼里混个脸熟 但她依旧在很努力地沉淀自己 等待着命运的转折点 命运不会辜负任何一个努力且坚持信仰的人 很快这个转折点就来了 她为了能有更好的出路 讨入了中国广播艺术团 在这里她遇到了她人生中的贵人贾玲 2011年时贾玲排演《小品缺人》 惊人推荐下找到了正在排练舞蹈的张小斐 贾玲和张小斐的神仙友谊也自此开始了 在张小斐默默无闻的时候 贾玲找到她并加入团队 当张小斐加入贾玲团队之后 张小斐改变了自己之前的风格 走上了喜剧的路线 甘心情愿地给贾玲当起了绿叶 贾玲为了她还曾愤愤不平 为张小斐可惜 实力好为什么不能火 显然在这个时候 贾玲就看好了张小斐 贾玲当然也真的没有看错 张小斐也真的没有辜负她的期待 付出总归会有回报 在贾玲指导电影《你好李幻英》的时候 让张小斐担当双女主之一 张小斐终于凭借《你好李幻英》一炮走红 两人真的是神仙友情吧 相互扶持相互鼓励 如今还相互维护 可以共患难也可以共富贵 贾玲没有看错张小斐 张小斐也没有让贾玲失望 《你好李幻英》票房成功突破50亿 成为中国影史上第三部票房破50亿大关的电影 电影火了的同时 在影片中饰演李幻英的张小斐也火了 现在的张小斐参加现场活动 都会出现粉丝对局疯狂的喊妈 大敌也是人风喜事精神爽 张小斐最近就被经纪人发现是不是胖了 张小斐为了日后好相见 只能明知顾问地问自己的经纪人 咋了 也是非常可爱了 因为张小斐的爆红 于是连带着昔日的同班同学 袁珊珊也被推上风口浪尖 起因是因为三年前 袁珊珊在一档节目中 质问张小斐会不会打呼噜的视频 又再次被扒了出来 在节目里 袁珊珊趁张小斐洗澡的时候 当众调侃张小斐 先是一本正经地问老同学王仁君 张小斐真的会打呼噜吗 男同学避开了这个尴尬的话题 没想到等张小斐洗完澡 袁珊珊还是不遇不饶 再次质问他到底打不打呼噜 还表示正准备安排他 跟一样会打呼噜的王仁君住在一个屋 针对这件事情 张小斐特意发了微博 澄清自己真的不打呼噜 重点来了 本来张小斐已经澄清自己不打呼噜 如果情商高的话 袁珊珊完全可以顺水推舟 说自己只是开了个玩笑 证明张小斐确实不打呼噜 但袁珊珊评价了一句 打呼噜怎么了 又不犯罪 你说了这是控制不了的 没事别放在心上 找一个比你呼噜声大的男朋友 又就好了 这条评论一出 等于是直接坐实了张小斐 会打呼噜这件事情 本来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三年 当事人只要不加理会就行 但袁珊珊却突然跳出来道歉了 话题一度冲到了热搜榜单上 迟到三年的道歉也是道歉 只要袁珊珊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 网友还是很宽容的 看前段 袁珊珊道歉的态度蛮诚恳的 她说自己确实不太会讲话 但没有恶意 当时只是开了个玩笑 都是同学没有掌握好分寸 向张小斐道歉 为张小斐的你好李欢音宣传 是明星之间道歉的常见操作 不过最后一句 让人再次见识到 她到底有多么的不会说话 我打呼噜最大声 世界第一 被网友称赞茶味浓郁 随后张小斐留言回应 称此事为沉芝麻烂骨子的事 并喊袁珊珊一起吃火锅去 其大度程度可见一斑 张小斐是真的红了 不仅仅只是热度高 现在很多影视资源都在接触她 在接下来她有跟黄渤的电影要进组 另外正午阳光那边也有在接触她 给她承诺的都是一线男演员 还有另外一部电视剧也正在敲她 不过团队在选剧本方面很谨慎 这点是不错的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的商务在排着队的等她 美妆服饰都有 这不是前几天一年一度的微薄之夜 张小斐惊艳亮相 身穿白色西装 利落造型张显优雅气质 谁看了不说一句 西服造型的斐妈真是又美又撒 张小斐以前没觉得她美 电影一爆 整个人的气场完全不一样了 感觉整个人都在散发着一种 不灵不灵的光芒 不得不说 红气养人这句话真的是太对了 从当天晚会活动视频中不难看出 斐妈应该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大型活动吧 女明星全程带着入场的那根红绳 从红毯带到颁奖 毕竟我们斐妈第一次当女明星 大家见谅哈 如今的张小斐 显然金飞薄饼 一次次登上热搜 参加微博之夜 享受着顶级的待遇 这对于她来说是没有想到的 但是显然她保持着一贯的作风 这一切她都值得 张小斐更是两次登上舞台 一次是电影颁奖之时 被主持人请上舞台 与剧组成员互动 一次是自己颁奖 更是与其他颁奖者互动 张小斐这一次可谓是弯道超车 同是85后演员的其他人 早已成为女明星 而张小斐如今才悄然大火 不过一跃而起就惊艳众人 谁能想到一个女演员 35岁迎来了事业的高潮呢 没人能想到 折服十年终于腾飞 这是她应得的 努力和运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